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刘振峰生活频道 今次我们要讲24节气里第13个节气,纳秋 在每年8月7日至9日之间,就是纳秋的日子 这个时候,北斗星的斗柄指向昆位,太阳位于黄金的135度 从文字角度来看,秋是和和和火组成的,有和谷成熟的意思 纳秋是一个预示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秋季即将来临的时节 在古时候,又将纳秋称为交秋,就是交代秋天来临的意思 纳秋后,随着每一次下雨,天气会更凉快 所以有一长秋雨一长寒,十长秋雨要穿眠 在周代,逢纳秋这一日,天子率领三公九卿 朱侯大夫去世交迎秋,改行祭祀儀式,直至汉袋都原容此祭 而他记载,宋代在纳秋这一日,在宫廷里 都会将栽种在盆栽的五铜树移入宫里 等到纳秋这一刻来到,太史官吏就会高声暴咒 咒完之后,五铜树落下一片叶,有已遇暴秋之意 到了纳秋,五铜树就会开始落叶,所以就会有落叶之秋这句成语 墨后方面,纳秋之日,梁风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善明 梁风至,在西方七清的风,我们叫梁风 温度改变,而梁风开始吹过来 当你吹风的时候,大家都会感觉到梁快,秋风送爽,白露降 过了五日之后,气温开始下降,由于日头时日照依然强烈 当太阳落山之后,天气比较凉,就形成了昼夜的温差 空气里的水晶气,就会在植物上形成一层墓珠 而开始大地上亦有墓气的产生,汉蜆明 在纳秋过了十日之后,汉蜆因为感觉到秋天来到,就会开始鸣叫 在习族方面,南方有一个叫纳秋咬秋瓜的习族 即是说,在入秋这一天,大家要多吃西瓜 以防有秋醋的发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习族 大家在纳秋这一天,不妨吃西瓜,逢下节 今次的影片就来到这里了,多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请你like,share和订阅我们 订阅的时候,记得按下旁边的小铃 选择全部订阅,这样我们一有新片,就会通知你了 如果你对影片的内容有什么不明白,或者有话题想我们说 又或者想说下你的意见,欢迎你们留言 你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多谢大家